上個週末大家滑社群媒體的時候可能也跟我一樣 看著朋友們盛裝打扮成各式各樣的角色 在世界各地慶祝著萬聖節 但同時間相信大家也都關注到了 韓國離胎院萬聖節的踩踏事件 在那條寬不到4公尺連結離胎院大街的陡坡小巷裡 從第一個人跌倒開始 幾個小時內就埋葬了超過百個年輕生命 韓國離胎院10月29日因為萬聖節人潮眾多 而發生了推擊踩踏意外 根據南韓中央災難安全對策本部的報告 截至11月1日為止有156人死亡 29人受到重傷 而死者有三分之二都是20到29歲的年輕人 並以女性佔多數 是南韓史上最嚴重的群眾踩踏意外 對此南韓政府除了出面向死者和家屬致哀以外 也表示已經調派475名人員成立特別調查單位 採訪目擊者證詞和調監視器畫面 全力還原第一時間的事發過程 雖然警方目前都還在調查搜證當中 不過多家南韓媒體第一時間都將矛頭指向警方 質疑警方在人流管制上出了問題 像是離太運這種平常人潮就很多的國際觀光聖地 在特殊節日照理來說 應該部署更多的警力來維持秩序和交管 根據韓聯社報導 29號當天離太運湧進了大概10萬人左右 但卻只有不到200名警力在鬧區周邊維持秩序 對此原來警方的說法是 因為當天首爾市中心有其他的騷亂和示威活動 所以警力被分散到了各地 並且認為這次的事故就算是提前安排警力 也不一定能完全避免意外發生 但事隔一天 南韓警察廳長以星跟1號出面時就表示 警方在現場對人潮的管控措施不足 並且在事故發生之前 警方已經接獲多起民眾的報案 表示現場情況混亂 坦言這次的公安意外 警方必須負起責任 根據南韓警方1號公開的資料顯示 針對離太運踩踏事故 總共有112通報警電話 而其中有11通是事故發生之前 警方就接獲的報案 在這幾通報案電話當中 報警人都有提到人潮太多 很難移動 有人跌倒受傷 需要警方出動管制或疏通一下人流 但11通電話當中 警方只有出動4次 其他次則在電話中表示已經有派警員到現場了 但實際上並沒有採取相對應的措施 除了警方管制的問題以外 根據調查單位正在蒐集的目擊者證詞和網路影片 也可能有其他的噪音 有目擊者是說 事發當下有人刻意在推擠 製造不安 有人則是說 當時巷子比較高的那邊一直有人在喊 快推才導致事故發生 也有人控訴說 是因為當時以為有明星在那附近 才導致人潮挖巷子裡面去擠 而有的生還者表示 在窄巷裡的店家把門都封起來 導致當下人群被推擠的時候 沒有更多的空間可以站穩或躲進去 不過這部分都還有在警方更進一步的調查和釐清 除了調查事故發生的原因追究後續的責任以外 南韓政府也表示將會針對這種無主辦單位 群眾自發聚集的集會活動 擬定安全管理體系 避免同樣的事情再度發生 南韓總統辦公室副發言人李載明表示 針對無主辦方的活動 政府將檢討補強措施 比如非地方政府舉辦的活動 地方政府可以自行判斷要不要向警方要求交通管制 警方也可以依判斷向地方政府通報 採取緊急管控的措施 經歷了幾個月的競選活動和兩輪投票 巴西總統大選結果最終在30號正式出爐 巴西高等選舉法院宣布 工黨籍參選人也是前總統魯拉以50.9%的選票 對49.1%的得票率 顯勝自由黨籍參選人現任總統波索納洛 當選巴西新一任的總統 並將於明年1月1號正式上任三度領導這個拉美最大的經濟體 在第一輪投票之前 根據巴西民調機構的數據顯示 魯拉的民調其實領先波索納洛14個百分點 算是不小的差距 所以本來10月初有望在第一輪就獲得過半的票數 但不料第一輪投票開出來 兩個候選人的得票率都沒有過半 所以才又進到第二輪投票 而先前競選期間 波索納洛曾經多次質疑巴西選舉制度 以及電子投票箱的安全性 並兩人不接受敗選結果 一度讓外界擔心說 如果他敗選會不會引起巴西政局的動盪 不過高等選舉法院30號表示 這樣的狀況不會發生 巴西的民主成熟 候選人必須理性接受開票結果 尊重人民的選擇 我認為那些民族已經遭遇了 不可能 那些民族很棒 那些民族很高興 那些民族喜歡的音樂 那些民族喜歡的森巴 那些民族很高興 那些民族會遭遇了 因為一國的俄羅斯 也許有部分觀眾對巴西過往的政治比較不熟悉 但比起外號巴西川普的波索納洛 現年77歲的魯拉 可曾是斥炸巴西政壇的耀眼明星 他六度參選總統 並且每一次都有打進決選 也曾被美國前總統歐巴馬 稱作是全球最受歡迎的總統 而他輕苦的身世 也讓他在拉攏人民時更加有說服力 魯拉出生的家庭並不富裕 在10歲之前為了尋求更好的生活 他們時常在各地搬遷 最終落腳在巴西首都巴西利亞 魯拉傳記的作者也是他的志友 莫拉伊斯就在傳記裡面寫道 他們一家人租了酒吧裡的一個密室 所以每到半夜 就會有喝醉酒的人進到房間裡小便或嘔吐 下雨天老鼠青蛙就會跑進來 等到隔天天亮才有辦法把他們全部掃出去 而魯拉基本上也沒有受過什麼正規教育 他12歲就開始在街上幫人擦鞋賣東西 14歲過後就全職工作幫忙賺錢養家 而他19歲那一年當汽車零件工廠工人的時候 意外失去了左手的小拇指 但這後來也成為他勞動階級的有力證明 對巴西數千萬貧困家庭來說 魯拉的身世真實反映了他們的人生 他曾經跟大家一樣同樣面臨刻苦的環境 因此說近年來受到重視的亞馬遜叢林保護的議題 脫貧也是魯拉主打的政見 在魯拉2003到2010的兩屆任期內 他曾經成功讓巴西脫離聯合國的世界飢餓地圖名單 不過雖然魯拉執政期間幫助了數千萬巴西人脫貧 並爭取主辦世界杯和奧運 讓巴西要上世界的舞台 但後來整個政府也陷入一個龐大的收費案當中 導致魯拉等許多黨內的盟友將近300人因此被定罪入獄 魯拉自己也在2018年入獄 原本他被判刑9年半的有期徒刑 但2021年巴西最高法院裁定審理魯拉貪毒案的法官有偏見之後 他的貪腐定罪就被宣告無效 魯拉因此獲釋 但即使魯拉最終勝選了 貪毒案也可能成為他未來執政的致命傷 他要怎麼使選民信服不視他為一名罪犯 將成為脫貧居住權和亞馬遜叢林保護議題之外 需要面臨的重大挑戰之一 在上半年俄烏多倫的和平談判無疾而終之後 好不容易7月底在聯合國、土耳其的斡旋協調之下 各方談成了黑海穀物協議 緩解了戰爭以來越來越嚴重的全球糧食危機和通膨 不過協議才執行三個月就又迎來了變數 俄羅斯29號對外宣布 因為各方無法按照當初的協議內容保證民用船隻航行的安全 所以將無限期終止黑海穀物協議 等同抹殺了先前聯合國和土耳其斡旋五個月的成果 也讓非洲、中東甚至亞洲的糧食供應再度陷入危機 從8月1號第一艘船正式從烏克蘭奧德薩港出港之後 這至10月30號為止 已經有超過900萬公噸的玉米、小麥、大麥和大豆等糧食從烏克蘭出口 因此俄羅斯終止協議也讓全球糧食市場再度陷入緊張 根據《獨特社》的報導 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小麥期貨31號漲了超過5% 玉米期貨價格也上漲了超過2% 在港北上的無法用完整車子 已經有超過4%的船 在港北上漲了已經有超過4%的船 在港北上漲了超過4%的船 加上超過4%的船 加上地車子 和太陽一路過4%的船 但是俄羅斯終止協議的主因 也就是前面提到的 無法按照當初的協議 保證民用船隻航行的安全 這是什麼意思呢? 根據俄羅斯國防部29號的說法 他們指控烏克蘭當天派出了 9架空中無人機和7架海上無人機 襲擊俄羅斯在克里米亞半島塞凡堡附近的黑海艦隊 表示被襲擊的船隻也包含 參與黑海穀物協議的護衛艦 指出有一艘船因此受到輕微的損傷 另外也造成俄國空中和海上共16架無人機受損 對此,直至31號為止 烏克蘭官方還沒有承認 俄羅斯艦隊遭攻擊是烏克蘭所為 不過總統澤文斯基表示 俄羅斯終止鼓勿協議是預料之內的事 不過根據一段標示29號的畫面 一架海上無人機似乎目標攻擊前方的一艘船艦 而這段影片經過開源情報調查組織 Gio Confirmed的核實調查之後 判斷很有可能是烏克蘭的海上無人機 攻擊俄羅斯馬卡洛夫海軍上將號巡防艦 也是黑海艦隊的主力戰艦 但俄羅斯終止黑海國務協議 影響的不只有在戰爭中的俄乌雙方而已 而是散落在全球各地 需要烏克蘭糧食的國家 像是非洲、中東國家都已經向烏克蘭訂了成千上萬噸的小麥 接下來古物船如果真的一直出不去 也將讓糧食商傷透腦筋 一家主要出口烏克蘭糧食到亞洲和中東的新加坡糧商 就像路透社表示 基本上如果烏克蘭的糧食出不了港 他們也沒有什麼其他的選擇 暗示糧食供應可能會因此減少或甚至中斷 對此聯合國也正在找尋因應的辦法 俄羅斯29號宣布要終止退出協議之後 30號沒有任何船隻同行出港 不過聯合國秘書長古特瑞斯在聲明中表示 會繼續與俄羅斯斡旋 讓16艘已經滿載糧食的運輸船 順利移動到目的地 但對此俄羅斯並沒有做出任何的回應 以上就是為大家精選的國際新聞 希望幫大家跟上時事 國際直升 我們下回見 片尾的部分 作家楚門曾經說過 失敗是持成功變美味的調味料 你覺得你有面對失敗的勇氣嗎? 如果你對失敗不熟悉 或總是因為害怕失敗而選擇 待在舒適圈 想要有所突破的你 真心向你推薦一個活動 2022未來大人物 試膽大會 在11月12號和13號 第一天將由17位 35歲以下 在各個領域以行動改變社會的年輕人來分享 即使沒有豐盛的資源 和別人的認同 如何找到方法 讓自己期待的改變發生 他們以行動定義自己的成功 第二天將由4位重能導師 和4位未來大人物對談 分享他們的經驗 如何帶來不怕失敗的勇氣 像是無話評論人 山月節目製作人 詹瑋熊 和山月KOL雪羊 談上山的決定 撤退的勇氣 在冒險和挑戰背後 他們做了哪一些準備 他們如何建構自己心中 走上地平線上 3000公尺以上的決定 又在怎麼樣的關鍵下 喊出撤退的勇氣 另外 為漁犯指南作者 漁犯林凱倫 以及台北市娛樂公關經濟職業 工會理事長胡雲雲潭 你以為的沉淪 是我的試煉場 在外界不理解的眼光下 他們似乎被貼上 沉淪的標籤 但走上與社會期望相悲的那條路 踏入與血共舞的 漁犯世界 或者末入燈紅酒綠的花花場合 他們試煉出什麼樣的人生之路呢 11月12日、13日 2022未來大人物試膽大會 和這一群大膽行動的年輕人面對面 將帶給你不囉嗦 做就對了的勇氣 在資訊欄有提供給國際直升 觀眾的限定優惠 不要錯過喔 影片的最後 要感謝所有付費支持 我們的頻道會員 特別是每一位乾爹乾媽等級的會員 如果你還不想加入 但是喜歡今天的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 開啟小鈴鐺 接受所有的通知 才不會錯過最新影片喔 casting 致電 也其實發生了 頒 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